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自从川普和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之后 美中双方终于有了一点点行动 川普7月19号表示 财政部长马努钦和中方代表谈得很好 来自中国的迹象显示 双方有可能要推动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但是川普也说了他那句非常有标志性的话 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当天稍早 中共官媒对双方的通电话 只发了一则短消息 新华社说 中共副同理刘鹤商务部长中山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马努钦通了电话 就落实川习会的共识以及下一步的磋商 双方交换了意见 美中双方都证实有电话沟通 可是对通话的细节都不提 这就不能不让人猜测 双方会面很可能仍然是物理看花 有分析认为 好不容易在大满争取到这么一线生机 但是习近平仍然有可能再次误判 重蹈覆辙 众所周知 6月29日川普和习近平带领各自的团队举行了会晤 川普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 美国企业可以向华为出售一些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零部件 同时对已经启动的那3,25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税的这个程序按兵不动 而中方会立即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我们从川普透露的这些内容来看 双方在口头上似乎是达成的承诺 对于川普宣布中方购买大量的农产品 这一条中方始终没有说过任何反驳的话 那不反驳就意味着在承认 就是说习近平当时是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的 可是大阪峰会已经过去了20天 双方迟迟没有行动 美方几次表示已经跟中方进行了电话联系 但是中方的回应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始终就是这么磨磨蹭蹭 7月15号 中山对人民日报表示 说面对美中经贸摩擦 中方要发扬斗争精神 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山的喊话 这主要就是给国内的百姓听 让中国人民觉得 这个政府还很硬 很强势 很民族主义 目的其实就是让中国百姓 也发扬民族主义精神 换句话说 中共很可能就是在给中国百姓打预防针 让中国百姓做好 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 张伦佳陈破空认为 中方接下来很可能会变强势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最近从体制内传出消息说中方开始意识到 美国打贸易战是有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企图 大家知道中共搞的是政治经济一体化 如果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话 那必然会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 没人否认 国有企业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投入和产出非常不对称 但是中共却要动用举国体制 用全国百姓的血汗钱去补贴国企 那是因为国企是中共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 国企如果没有中共的这些政策扶持的话 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陈破空认为 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 中共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 也就是王沪宁所鼓吹的制度优势 这个制度优势它可以垄断所有的媒体 垄断所有经济 垄断整个国家 而没有反对党 也没有反对的声音 那中共就凭借着这些 可以绑架14亿中国人民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中共的这个制度优势 其实就是中国人民的弱势 造成中国百姓苦难的根源所在 只要中共这个所谓的制度优势存在 那中国百姓你就别想摆脱 雕民 韭菜等等这样的称呼 也改变不了盛世蝼蚁的命运 中山的这个喊话 虽然是朝向中国百姓 但是也在传递一种讯息 北京可能不会向华盛顿服软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甘斯德认为 中山更多的参与谈判 意味着双方不会很快达成 稳定两国关系的协议 中共不可能解决美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担忧 对中山的说法 以及中共的这些表现 川普当天就有了回应 他第一次公开表示 和习近平的关系没有当初那么好了 不太亲近了 他说自己必须站在美国的国家立场 采取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行动 对抗中共的长期贸易不公 第二天就是16号 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美中双方达成协议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中国应该履行承诺 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希望北京没有违反 我们之前达成的协议 如果美国需要 还有3,250亿美元的商品 可以征收关税 川普的这番话 既透露出他对北京的失望情绪 又同时是向北京施压 如果习近平再次施言 对所做的承诺不对线 川普很可能就要使用关税 这个伟大的谈判工具 川普的加税威胁 就像是雷声乍响之前的闪电 让北京的心先收紧了一下 虽然中共发言人表示 农产品购买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但实际上中方已经购买了一些美国农产品 只是令人质疑的是 中方上周购买了5万多吨美国的高粮 却取消了9853吨的美国大豆进口 对美国农业部的这份数据 法广引述观察家的分析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 似乎是北京还在观测颠量 总的趋势是拖 拖延 很可能就是说北京又在误判了 那北京在观测颠量什么呢 很可能是在观测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 掂量中国经济 在贸易战的冲击下还能挺多久 这两个是北京的误判 观测美国总统大选 北京是希望明年换上一个民主党人 在北京看来 民主党人可能不会像川普这么强硬 如果拖到那个时候 中共可能不用修改结构性的政策 不用改变不道德的贸易行为 中共认为 只要对美国新一届的政府当中的某些人 砸上一点利益诱惑 他就可以让他们像川普以前的那些美国官员一样 对中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中共的这个计划很可能要落空 川普两年多的施政 已经深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了 前不久 今日美国与萨夫克大学联合民调显示 美国的民众认同川普的任内表现 与看好他连任的那些选民 比率都是49% 长期遭受到左派媒体和政客的攻击抹黑 川普仍然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 显然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其实这个民意也是在情理之中 川普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执政理念 美国的民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经济走出了低迷 重建了国家安全体系等等 美国民众都有切身的感受 比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伯格斯腾认为 川普赢得选举是很大概率的事 那就算明年大选出现意外 民主党人入主了白宫 中共其实也不会有好果的事 我们从种种迹象来看 对中共采取强硬政策 已经成了共和民主两党的基本立场 两党都认为美中贸易是不公平的 不平衡的 不透明的 中共的结构性问题在严重损害着美国的利益 也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大家知道 去年美国中期选举 中共为了帮助民主党人重展国会 曾在美国农业州爱荷华在这个 《德梅因记事报》上刊登所谓的广告 用批评川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方式 打击共和党的票仓 但是民主党重展众议院之后 反倒要求川普对中共要更强硬一些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北京观测美国大选明显就是在误判 掂量中国经济这是在判断 如果继续打贸易战 中国人民在吃草的情况下 能扛多久 在中共的这个集权统治之下 我们不确定中国人能忍耐多久 但是中国的经济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我们知道前两天 中共官方已经公布了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数字显示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6.2% 是27年来的最低水平 其实这只是在目前的关税情况下 也就是美国只对2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加税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的一个现状 那如果美方对所有中国商品都加成关税 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法广指出 中国经济滑坡 目前看已经成了定时 尽管中共是一再自我安慰 说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 在平稳增长 但相信没有人会怀疑 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国越没有好处 法广指出 习近平在和川普是比定力 可是这个定力是虚的 顶多就是一种精神胜利 现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幅漫画 川普拔掉了连接美中两国车厢之间的钩子 意思就是说两国在渐行渐远 这是目前人们都在热议的一个问题 美中关系脱钩还是不脱钩 其实这是我们知道 不少中共官员的担心所在 如果美中关系脱钩 哪怕是仅仅美中贸易脱钩 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都是没有办法估量的 因为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着 全球的资本贸易投资 以及外国技术 而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美国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北京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 几次变化招数都是一直在拖 然后每次拖延都被华盛顿 用重锤赶着往前走 唐靖远指出 北京之所以被挤牙膏 就是因为一次次对形势的误判 现在北京又迟迟不对现 川习会上的承诺 很可能又发生了误判 在重蹈覆辙 他说如果被川普政府认定 没有希望达成协议 那么增加关税 也就成了必然的选项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别忘了转发点赞 再会